好 今天來解答還沒講完的問題 就是這個想開始從事網路 從開始從事網路行銷開始 遇過最大的挫折是什麼如何克服 最大的挫折 最大的挫折就是沒什麼知名度的時候 人家不想跟你買東西 然後怎麼去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你要想一件事情 就是網路行銷其實最在意的 其實不只是網路行銷 就是在一般你在賣東西的時候 人家最在意的是 我今天花了錢 到底買到的東西值不值得 第二個是我今天花了錢 你會不會騙我 因為你說的話 我對你半信半疑 並不是完全相信的狀態下 我是不太會想要跟你做交易的 那這個東西呢 是在於這個產品的價格是高或低 假設今天一件衣服才一兩百塊 那當然我們有什麼消費者 他沒有什麼好考慮的 他就是頂多就是去比較一下 然後選便宜的來買 這個跟信任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那了不起呢 他就是去比較有品牌的 像比較平價的服飾 Hentang Giordano這種 這種比較有品牌的 比較平價的衣服 他本身單價沒有很高 了不起幾百塊 那這種東西沒有什麼好 沒有什麼好去 去做太大的比較 或者是對你的信任感有太大的關係 沒什麼太大的關係 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品牌 不管你誰賣都一樣 只要他不管你是誰在賣 反正你這個品牌就是Hentang Giordano 那我自己呢 比如說我自己要賣我的 以前我是做企業客戶 我自己在賣的產品是伺服器 那伺服器裡面主要是軟體 那最大的挫折是人家 會問說你這個軟體的功能 到底有沒有符合我的需求 我要來做測試 所以那時候我每次都要把機器整個扛到客戶那邊去 然後他一測就是 一個禮拜過後 不行啊 這個現在 因為我們是電子郵件 這個收發的伺服器 說這個一個禮拜哪測得出來啊 少一個月 哇賽一個月 一台機器三五萬的成本 然後一個月放在那邊 那一個月如果兩個客戶要測試 我是不是成本就堆個八萬十萬 那個時候是最大的壓力來源 那後來我從事網路行銷這個教學 還有網路軟體的一個 電腦軟體的教學課程的時候 最大的挫折就是他今天不認識我的時候 他花個幾千塊或幾萬塊跟我買教學 他也會怕 他想說買了之後我如果以後不會用 我可不可以再問你 買了之後你會不會不見呢 我以後就找不到你 這個是賣自己的教學的情況 的比較 比較受 一開始比較受到比較大的挫折 那怎麼克服 很簡單啊 一樣把牛奶爸這個名牌 這個品牌做出來做起來 就是讓客戶知道 你牛奶爸不會無緣無故就消失就不見了 那怎麼做 怎麼做 品牌怎麼做 我持續做 就那麼簡單 答案就是持續做 怎麼叫持續做 譬如說 我現在的網路行銷八點檔 我就是持續發 所以 一年前認識我的人 到現在已經一年了 他發現我沒有間斷 然後有很多學員也跟我講說 他從認識我到跟我買教材 是在大概三個月或者是有人更久 六個月 有的人從買 從他認識我到跟我買教材這段時間 我已經漲價漲了三萬多塊 他才下手 甚至有的人已經漲 差價差到五萬塊 他才下手 我剛開始賣是很便宜的開始賣 那 你就會了解 其實 如果東西有價值的話 他只差在於 這個人能不能受他信任 為什麼他要等三個月 或六個月之後才 願意 花錢跟我買東西 因為他也在觀察 他也怕 我今天買了之後 你會不會就不見了 或者是拿了錢 課程也不給 客戶當然會怕 那 如果說 我都已經遇到這種問題了 那何況是你 假設 因為我現在是已經 在網路上 有一點點知名度 TPPS來採訪 還有出書 一點點知名度 像我這樣子都有人 我都把這些資料攤出來給人家看了 那都有人會覺得質疑 何況是你 如果你剛開始 完全沒有知名度 完全沒有背景的狀態 狀態下 人家怎麼願意花錢給你 那你怎麼做 就是我剛剛講的 持續做 持續做什麼 持續做你 免費付出的一些東西 給予 給予的力量非常強大 給予的力量 你要不斷的給予你的專長 讓別人知道 你要大量的曝光 讓別人知道你的專長 你要曝光在很多地方 譬如說 像我現在錄影片 放在YouTube 很多 我的客戶有很多人 都是從YouTube認識我 那持續做這件事情 只要你做的夠久 人家就會相信你 時間會證明一切 假設你今天才剛出來 一個月兩個月半年 都還不夠 還不夠久 因為我從2012年 開始認真的做教學 網路行銷的一些軟體 還有網路行銷的技術 心法策略等等一些教學 從2012年到現在已經 二三四五六 已經四年到五年的時間了 那 在這四年到五年之間 當然就越來越多人認識我 所以 有些學生就已經是 四五年前就認識我了 甚至還有 十年前的學生 就是我以前賣伺服器的時候 因為我以前賣伺服器的時候 也是在網路上賣 所以有很多資訊人員 MIS IT人員都已經認識我十幾年了 那這些累積下來 後來的學生會發現 我以前的學生已經 發了我的資訊十幾年了 所以當然就會有信心 所以你只要持續做 你不要覺得說 一開始你就想要馬上有成績 不可能的事情 對不對 不可能哪 哪有人說 一出來就想要賺大錢 就想要一步登天 你一定要有一段努力的過程 然後讓別人看見 讓別人看見你是認真的 你是持續做 你是認真的 如果你努力個半年一年 你就放棄了 然後 你又想 這不這樣不好做 換一行好了 然後又努力個半年 又放棄了 又換一行 你覺得不好做 那個比較好做 又跑去做另外一行 又努力個半年又放棄了 然後你十年之後 你又 你又再 你又再自願自愛說 哎呀 沒有沒有一樣 沒有一樣 我不適合 這個也不適合 那個也不適合 沒有一樣東西是我適合的 其實不是 因為 人家想要看你 你 你已經開始有一點點 成績的時候 然後人家再看你有沒有持續做 因為搞不好你賣的東西是 人家想要 假設是價格比較高的 或者是 比較專業性的東西 人家想要買你的服務 可是 人家會擔心 之後的收入服務的問題啊 你以後不做怎麼辦 所以你努力 如果沒有一段長時間的經營的話 譬如說你部落格也不寫 然後影片也不發 那LINE的訊息也不發 那 網站也不更新 你怎麼去證明說 你有在努力你有在經營 所以 人不是白癡 人不是笨蛋 客戶不是笨蛋 客戶會看 客戶會看 所以 這是很簡單的道理 沒有什麼花俏的技巧 我沒有什麼花俏的技巧 我去年 也沒有用什麼Wordpress 網站 也 也沒有安裝什麼Wordpress 外掛等等 都沒有 就純粹用Webly的 網頁 然後 每天去定時錄影片做教學 然後 貢獻一些我的知識 就有很多人回覆我說 哪怕你的免費教學對我的啟發非常大 讓我改變很多想法 然後甚至還有很多 他自己看完影片之後的一些啟發 結合他自己的想法去做出一些提案給他的客戶 獲得很大的回想 他就寫訊息跟我說很感謝 他也沒有 也沒有買我的教材 可是 沒有關係 因為 很多 很多沒有買我的教材的學員 他受到啟發 受到 有學到東西 那他對我還是有好處的 為什麼 因為他在外面會幫我廣播 做分享 等於把我流奶爸的名氣給弄大 提升我的知名度 那這對我有好處 因為 他影響了他周遭的朋友 雖然他自己也沒有跟我買產品 可是他周遭的朋友 有可能會跟我買 所以不要 不要覺得說 你一直付出好像都不會有收穫 這是錯誤的 收穫值還沒到而已 表示你堅持付出的時間還不夠久 加油